主料,面粉50克,白糖45克,鸡蛋4个,花生油35克,白醋几滴,辅量,链奶50克,准备食材,热油将面粉加入搅拌均匀备用,三支蛋黄一支全蛋,蛋白最好不留蛋孔,用打蛋器手打蛋黄均匀即可,蛋清加三分一糖和几滴醋,用搅拌器搅拌分,三次将蛋清打至图片状,醋只要加一次。 全蛋倒进备用的面粉壶里,顺便加入炼入搅拌均匀,不要有颗粒状,打好的蛋清倒三分一进去,刚搅拌好的面粉壶里轻轻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后倒进8寸模具,烤箱提早预热160度,再放入烤箱前水平,在桌子上,摇滑底下去除表面的气泡入烤箱,下层下滑,170度60分钟,最好在旁边放一碗水。 时间的完工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